这就是这次去廊房的一点收获 一个大箱子 一会儿拆开跟大家分享一下 也算没白跑 OK 这就回来了 这次去廊房把人家累死了 然后一共就买到了这么几件东西 这货是真不好买 也许我去的时间晚了点 也许这个买的这个时机不是那么的好 人家早来的可能都买到些东西 但是我去的可能稍微晚点就买的少 一共就这么几件东西 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先看这个 这个是一个清代中期道光时期 蝉织帘的一个宝箱花的盘子 品项也是全品 然后款是大清道光粘质 你看这个六字传书款 它写的已经非常的模糊 但依稀能看见这块是个稻子 看它这个修足跟胎质 对吧 典型的井子震能物 这种东西一眼傻开门 就没有什么可太多奖的 然后就是这个 这个是一个乾隆时期的一个三足炉 老奔修 大家看没 这就叫老奔修 不知道用什么东西抹的都发黄了 跟它干面团上似的 就是过去的老奔修 这是一个乾隆时期既蓝又有的一个三足 这个东西形其实很好 我这样拖起来给大家看 形很好很扁也很饱满 然后呢年份也很好 我个人认为应该到乾隆 当然卖家说是到雍正 我觉得乾隆还是比较保守的 我们来看它这个修足对吧 往里拨 往里奥 一心能看到这个玄佩的这种痕迹 包括它这个胎质也是非常的熟诺 温干老 你看这个保时蓝 非常的深邃 蓝的很透彻 蓝的很这个优深 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好看 我也就买了 把这个放在地上 然后就是这个 这个是一个晚清时期的一个粉彩古丁盖罐 买的时候呢 这个卖家告诉我是全品 后来我在检查品项的时候发现了一个 咱看的比较细啊 但是买家差点有点暴走 大家看就这个的 内侧一个小浅皮 外边都看不出来 买家说哥啊 这不是这么简直 这几百年的老物件的没这样的 对吧 这这这这真的是全品 我说得嘞 我也不抬罐 因为它不是什么大毛病 在内侧的这种罐子的小飞皮 一般我们有时候看到那种西瓜罐 在它那个盖子那个内口眼 有很多的小飞皮 但是一般那个东西啊 都不叫毛病啊 因为你盖子一盖就看不来了 我们都管它叫全品 当然你不管谁 那个东西你要给人去挑毛病 人家就摆你一眼 不想说话 对吧 太挑剔了 因为毕竟是船式的老物件 这个画得也很好看 一只蝴蝶 这边这种花卉 这边是这种比较常见的 这个蝶莲花的片 这样一个圆培的盖子 非常的好看啊 这是一个晚清时期的古林盖罐 它的菜头各方面 都非常的好 再就是这个 这个是一对这个青菜晚期 大白菜啊 两个大白菜 冬瓜罐 纯一对啊 北京老库出的 这大叔说 这在他家都搁了二三十年了 早年买的 非常的早 可能说是早年孟公司出来的 他也一直都没有怎么洗 你看这种原脏原旧的状态的 还都在 自己配了两个这个罐子啊 东西非常的精神 气型很好 很饱满 百菜 白菜嘛 你看 甲鸽虫啊 蝴蝶呀 蜻蜓啊 这有一个飞黄蹭达 就是这个蝗虫啊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这个太阔秀 对吧 很开门啊 不费什么眼 这种比较喜庆的东西 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 因为摆在家里很好看 它也有一定的实用的作用 比如我们可以洗干净 做个茶叶罐呀 或者存个什么东西都挺好 这次我觉得买的 比较舒心的是这个 这个是一个清代中梯 豆青柚 然后带青花的一个大牌 这个牌非常大 33公分 画的是四季花卉 然后是蝶蝶花 整个这个文饰的布局 非常的这个舒朗 给人一种很文气 很安静的感觉 很少见啊 我一般见那种画的 很密的很多 乱糟糟的 给我感觉很不好 还有那种就是 山水的也多 但是这种大蝴蝶的 我觉得它是很少见的 非常的漂亮 确实给人感觉 有一种意境在那 你看看它这个修足 对吧 典型的中期的这种修足 跟胎质 然后整个柚子也很匀 很干净 你看跟我底下那些豆青板子 基本上一样 那是以前熟的 这是这次买的 这个柚子感觉很匀 而且非常的绿 这个摄像头照着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 其实颜色是很绿的 那种豆青的那种绿色 给人感觉很好很好 就这样看 是吧 还是挺绿的吧 OK啊 这次一共就买到 这么几件东西啊 这次廊房走的也比较匆忙 可能我去的这个时间也不对 去的有点晚啊 好多东西都没有买到 反正买点试点吧 现在东西确实也不好说 因为咱们对这个东西的质量啊 品项啊 包括这个 个人的这个审美的喜好 都有一定的要求啊 所以东西没有那么容易买啊 又好又便宜 这个事儿真不存在了 我就没听说过啊 又好又便宜 尤其这是古啊 对吧 OK 我是爱收藏的天然 喜欢我的视频呢 可以点赞加关注 有什么需要交流的 咱都可以评论去交流啊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 你也给私信我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